民众拿着一颗土鸡蛋 左转右转看了老半天 但就是不敢打开来 因为它的长相实在太奇怪 蛋壳不像正常鸡蛋平整 而是凹凸不平 不说还以为是一颗火山岩 他颇网询问 这颗蛋有点吓人能吃吗 网友苦手回应 买鸡蛋送马铃薯赚到了 是愤怒鸟生的吗 整颗爆青筋 还有人说是外星鸡蛋 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在里面 大家讨论热烈 但其实蛋伤见怪不怪 不要恐慌 你马上打开也可以吃 它OK 不能放太久 马上要吃 这比较凝固力 蛋白没那么强 比较容易上掉 因为在苹果方面 这个应该都是会拿起来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面 可能是人为的疏失 蛋伤立马从一堆蛋中 找到一颗类似的鸡蛋 外表同样也是凹凸不平 鸡蛋农表示 随着母鸡年龄增长 蛋壳会越变越薄 更难包裹水性物质 若在产蛋的时候受到惊吓 或是有发炎 蛋壳就会出现皱褶 但它营养成分 和一般鸡蛋相同 可以安心食用 要吃啦 要吃啦 也可以吃啦 其实没办法啦 没办法啦 没办法啦 这都营养都不够的啦 辣椒生的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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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是老母鸡生的蛋 这种鸡已经经过 换予过再生狠的蛋 它的蛋早有 有发炎过 然后蛋袋已经 长期生蛋受损 出来的蛋 那个蛋 蛋盖子没有那么硬 所以它还会 起出这种蛋 粥鸡蛋就像丑蔬果 卖相不好 但不影响营养和食用 下次再看到这种蛋 可别再打惊小怪 明世纪网红民生 屏东报道